我希望你能看到這些嬰兒的步驟 進入... 進入... 你在哪裡? 莊卡勒嘴不斷拼命迴響 卻想不起來自己到底要說什麼 熟悉的文字像是被用了橡皮擦 從腦海中擦去 我能看到我的文字在前面 我無法達到他們 我無法達到誰 電影《我想念我自己》中 描述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患者 朱莉阿摩爾演技精湛 讓大家更關注失智症 以往患者出現症狀時 只能透過抽取腦脊髓液了解病情 但師範大學和台大醫療團隊合作 透過抽血搭配奈米磁減量技術 就能在發病前事先預防 他們可以避免掉一個 相對比較清晰性的一個 脊髓液的一個警察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說你需要重複的去受檢的話 他本身來講在心理上 或身體上的一個負擔也是比較小的 人體中的淚澱粉蛋白過多堆積在體內時 會傷害腦神經系統 在腦部形成斑塊就會引發阿茲海默症 淚澱粉蛋白隨著神經系統擴散到血液中 就能利用奈米科技檢測出當中所含的微量濃度 準確率有8成5 雖然阿茲海默症目前並沒有治療的技術 但可以提早預防 常常可以去學習新的事物 包括學習新的語言 常閱讀文章 或是跟人家打牌下棋 去研究形式 都會是幫助促進腦的活動運動 多運動多動腦 還有積極參加社交活動 配合地中海飲食習慣 就是多使用蔬果 以及五穀類食品 都能預防阿茲海默症被觸發 更重要的是維持好心情 良好的日常生活習慣 對身心上都有良好影響 記者旅學號謝維台北報導